这个消息的生产者我们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要做这个消息的消费者 那么消息的消费者这一端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页面生产服务的 我们现在呢就来把这几个活干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干嘛 首先这个活 第一个活我要解除Dubbles以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原来加入Dubbles这些依赖 为了干嘛呀 是为了我们什么呀 我们的运营商后来说要调他 所以他必须要走Dubbles 现在呢他就没必要走Dubbles了 他可以不和Dubbles就交互了 也不和朱镇银就交互了 所以说他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你不解除的话 从也不会报错 但是有什么必要啊 没用的东西咱们就给他删掉 所以说咱们第一步 就是要打开我们的什么 打开我们的这个工程 打开我们的配置service 然后咱们把这个泡门键打开 所有和Dubbles相关的部分 咱们删掉 这四个和Dubbles相关 这三个和Dubbles相关 一个是Dubbles 一个是ZK 这三个和Dubbles相关 这个没有用了 给它删掉 好保存一下 然后把这个删掉之后 其实还有一部分和Dubbles相关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部分 service这个部分 service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这几个Dubbles的配置 是吧 这个配置是不是也没有用了 因为它根本就不走Dubbles了 你给它配置这个东西有啥用吗 删掉 OK吧 那哈人家有个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呢 咱们打开看一下 因为我把那个依赖 double依赖给它删掉了 那这时候什么 这个service注解出去出问题了 这个service注解原来是哪个注解 原来是double那个service注解 现在我把它拿掉之后 这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再引入这个死命本身的这个注解 就可以了 看明白了吧 这样一来把它保存一下 明白了吧 现在这个功能是不是和Dubble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了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包扫描 因为我刚才删掉的配置中 删掉这个配置中 是不是本身有包扫描的内部和内容 所以说咱们现在呢 来作用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这个包扫描 这个context的 这个span这个是吧 convenspan 然后呢 这时候扫描哪个包 我们就扫描它这个包 对不对 这样那个service注解 是不是才能才能找到啊 就行了 好了 这是第一步 把这个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说 要使用activemq是吧 它的需要从activemq中去取消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必然会有这个activemq的一个依赖 对不对 这个依赖是必须要加进来的 咱们现在把它给它拿过来 放到这 activemq依赖 剩下那个gms依赖本身这个也有 所以我就不要再重引了 对吧 本身这个地方也有啊 死亡gms依赖就好了 把这个加进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就是 写配准件了 对不对 写这个配准件了 咱们这里头呢 仍然是需要把这个 consumer这个配准件给你拿过来啊 然后进行一些修改的项目 其实也比较简单 咱们把这个配准文件取过来 consumer这个 然后呢 找到这个位置 sroom这个位置啊 给它考过来 看到了吗 把这个拿过来之后 打开 这里有些东西是需要改一下的 比如说这个地址需要改一下 135 对吧 这是我的地址 然后写上第二个不用改了 第三个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得改吧 这个是不是要改成那个啊 这个发布订阅那种那种消息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一定是把后边那个改成 topic topic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墙上名呢 我用起什么名呢 叫topic 配置 其实这个名 你不一定非得和你那个生产者那个病一样 对吧 不一定非得一样 当然我这里起一样是为了好维护 对吧 不一定非得一样 他俩没关系 但是这个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名 对列名称一定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呢 就是品优购下话线 topic 下话线 配置 我当然是起的这个名了 就这个名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名称啊 topic 配置 那么把这个拿过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里头有一个监听类 这个监听类 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这么配了 因为啥呢 因为我已经配着包扫描了是吧 我只要把监听类放到那个包里 是不是就这么扫描到了 所以说这个类我也不用配了 然后呢 把这个名给它注进来 topic这个名 注到这来 这个名 我说改一下就行了 这个叫什么呢 叫 我起名 比如说我先起个名叫配置 听不懂 听不懂 那我的类名 就是必须叫配置 配置里斯呢 对吧 就是这个类名啊 类名手中的小写 就是它的ID 这是默认的啊 好了 这个我们把它配好了 配好这个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那个监听类了 写那个监听类啊 那监听类怎么写啊 是不是在这个包上写啊 在这个包上写 然后呢 啊 这名 必须叫配置了 是吧 配置 林斯呢 林斯 是一个名吧 和那名一样 然后呢 紧接着 manager 然后ok ok吧 没错吧 然后呢 点击finish 这时候呢 它让你干嘛 让你去实现这个方法 但是注意 一定别忘了 common的注底 要给它加上 对吧 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病了 对吧 因为你用的是包扫描 所以这个必须要加它 紧接着 这个有一个message message 对吧 message 把这个message拿过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你就可以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你接收到的那个消息 是吧 那你既然接收到的是不是仍然是个稳稳消息 接收到的一定是个稳稳消息 那么这时候就 text message 强转下就行了 text message 等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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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essage ok ok 就是得到稳稳消息 得到稳稳消息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 我现在可以把它提出来 get text 提出稳稳消息的内容 然后 这时候要让你干嘛 try catch 然后 你再接下来 我们再打一句话 为了测试方便 要打一句话 接收 接收到消息 这是什么 加上一个text 其实这个消息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就是那个商品的ID 明白吧 就商品ID 我以文本的方式传过来 每一个ID 我都传一个消息过来 拿回来之后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怎么办 可以去 去调用刚才 调用我们前面写过那个方法 写过那个类是吧 写过哪个 配置那个图类 我现在可不可以注进来 一样的 是吧 item page service 一样的 item page service 好 这边 是不是注进来就行了 然后把它 点 这个活原来是在那个 固子 controller里头去调的 是在运动商直接调的 现在我们拿到 坚信类里调了 接听的消息去调 是不是 然后紧接着 他让你接收的是一个什么 固在地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转换一下 是吧 就是long点 pass long 然后把type转换一下 能力吧 这时候呢 就 就完成这个 生成了 生成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布尔 这个布尔当时能做的时候 是为了得到结果 是吧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 if 就是直接写了 直接写了 把这个值打出来 对吧 网页生成结果 冒号 然后呢 把这个b打出来就行了 这时候 tool和foss 你不就能看懂了吧 对吧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这个大家看懂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监听类 这是我们的监听类 写下注释 就是监听类 用于生成什么 生成那个网页 好 把它做完之后 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实现这个具体的功能了 实现具体功能了 把这个启动起来 咱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些测试了